大家好,歡迎收看李洲電工坊 近期呢,因為美股 美國 升息的關係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等等 導致呢,整個外資撤離台股 資金撤離台股,導致整個台股現在持續往下殺 那我也接到許多消息 有些人呢,對於現在自己手中持股不知道 到底現在他手中個股到底是什麼趨勢 我今天就來教大家 檢視自己手中持股的趨勢到底怎麼看 那當然最近許多個股都持續往下跌 有的跌破季線、月線、上升趨勢線等等 那我這邊就稍微介紹給大家一下 什麼叫空投趨勢股票 那什麼叫空投趨勢,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最基本跌破日線,再來就是季線,再來就是月線 再來整個上升趨勢線也跌破 再來整個技術指標也都呈現死亡交叉 再來最重要的跌破重要的頸線支撐 這個代表什麼,代表一個空投形態 成立 再來 空投趨勢股票,通常創新高都是假的 因為他們創新高是為了什麼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所說的 創新高是為了製造一個興奮感 吸引散戶進場 好,那空投講完了,那反方向 什麼叫多頭趨勢股票 所謂多頭趨勢股票 就一路往上走,這不用說了 再來股價不斷的持續創新高 一波比一波高 再也沒跌破任何上升趨勢線 再來 就是說 他的K線指標在任何的均線之上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從K線來看 像我之前所說過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是很明確的空投趨勢 怎麼說呢 他創完新高之後 怎麼樣 橫盤整理一下 還小拉一下 讓你覺得好像可以 再持續抱有 最後呢 跌破上升趨勢線 大家我們看到西點那邊 那再來他的KD跟MACDA 怎麼樣 也呈現了死亡交叉 那這一檔現在還虧得爆 如果說你擺到現在都還沒賣的話 那就可以不用出脫 但這檔最好的出脫點是這樣 就是跌破上升趨勢線 西點那邊 大家看一下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檔 熱門股經典 也不少人都有擁有他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樣 他創完新高之後怎麼樣 橫盤整理 整理讓散戶們都覺得 好像會再反彈一波 但他有沒有給你投命的時間點 有了 在橫盤整理那邊 有攻到第二波 雖然沒有創67.3 新高 但是這個 其實就是你第一個投命點 在第二個投命點再來 就是 紅色那一條就是 頸線支撐 只要一跌破 大家記住 任何個只要一跌破這個頸線支撐 就請你趕快出脫手中的股票 不然接下來的 後果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在 這一檔就是 幾乎台灣人人手中都有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檔是最經典的 空頭形態 紅海 紅海 大家可以看到 創完新高 122.5 之後怎麼樣 就從此沒有再創了新高 然後就開始持續的橫盤成立 那大戶創了這個新高 是為了什麼 就是做頭 出貨的第一步 吸引你們 他要慢慢出貨 他不可能一次把貨在一天到晚 他要慢慢出給散戶 之後才會橫盤 第一個投命點在哪 最上面紅色那條線 跌破 這個是第一波投命點 如果你這波還沒有 逃命你還 對他有信心的話 那第2個投命點 你就一定得要逃 就是第2條紅線那邊 你看只要一跌破 整個股價就是 直接 直直弱的 所以說 大家回去 可以檢視一下手中持股 如果說有像紅海 金電 或者是說 像友達 這些 形態的來講的話 我建議你趕快出脫持股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多頭形態 什麼叫多頭形態就是 持續往上不斷創新高 在他的營收業績都有跟上 那像這一檔中租 他這個最近的新聞營收年增20% 獲利持續創新高 新聞面都有跟上 那如何要 判別新聞面的真假 其實就直接看他的這個K線圖 大家可以看到中租 從70多塊 一路往上到現在 創新高111 到現在台股大跌 他還在橫盤 而且他都沒有大跌 而且最重要是他沒有跌破什麼 上升趨勢線 再說他雖然說 成交量 而且他成交量是非常的穩定 大家可以看到他最大量 那根大量的成交量在哪裡 在 突破表態的第一步 啟動點 並不是出現在創新高的時候 所以說大家 檢視這個詞如果說創新高是爆很大量 那就一定要小心 這代表通常是假新高 因為通常 如果說 整個業績有跟上 他還符合多頭形態的話 他創新高 通常沒過 沒過多久還會再持續創新高 不可能會跌破上升趨勢線 或者日線月線季線 這些線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那 接下來 希望大家回去 趕快 檢視一下自己的持股 能出拓趕快出拓 不要再留戀了 把重心擺在金融股跟生技股上面 好 今天節目到這裡 下禮拜同一時間收看 謝謝大家